来自南方都市宝播报 6月22号国家市场监管局官网发布 关于加强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意见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明确 针对行政处罚或设刑事案件的假冒商品 在行政处罚书下达或判决书生效的6个月内 有关机关急要实施销毁 要采取无害化销毁方式 委托具有环境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单位 或符合环保要求的生产加工利用企业实施